今天要吃一整天的炸雞 為什麼要吃炸雞 因為最近很想吃炸雞 今天我們就要在家去吃 平價比較高的幾家炸雞 我們今天會去吃四家 前面兩家其實我們也還沒去吃過 但在網路上評價超級好 第三家的話是我們吃過覺得CP值很不錯的 想推薦給大家 然後最後一家是肯德雞 想要讓大家心裡有一個標準 我覺得這邊肯德雞超級難吃 比台灣難吃非常非常多 好 今天專業評價的炸雞 皮的質感 漂亮 再來是肉的嫩度 水 調味 然後我們再來看他們的價錢很不合理 這個節目的尾聲不免俗的 我也要來做一下炸雞 我也要來參與這個評比的標準 好不好我會第一名 好不好不多說 我們出發去吃第一家 我們出發 我們今天就只有憑美式炸雞 因為如果有什麼韓式炸雞 唐陽炸雞 要納入這個比賽的話 一切會變得有點太複雜 對會大亂鬥 FAT Friday and Tasty 網路上有許多文章把它點評為 2019末爾本最棒的炸雞店 Google評價4.4顆星 Zometo 4.2顆星 墨爾本總共有兩家分店 從市中心搭電車區大概15-20分鐘 餐點的部分呢 套餐有三塊炸雞 可以搭配薯條或是沙拉 大約落在15塊錢左右 他們特別的招牌是炸雞鬆餅 就是兩塊炸雞 配上一塊鬆餅 還有一個冰淇淋 水喔 水喔 好 我們現在吃完第一家FAT 它的炸雞是走那種薄皮嫩雞路線 是比較軟但是很有味道的那種 但是它味道非常非常好 要是我一餐我可以吃到四塊 它裡面其實很多汁 尤其是我們今天點鬆餅 那個蜂糖配上那個濕濕軟軟的雞皮 還有雞汁 再搭配冰淇淋和鬆餅 超爽 我給它8.5分到9分了 我覺得非常好吃 我之後應該會想找多一點人來 然後就直接吃一桶 吃一整桶炸雞 真的很爽 第一家搞得我們兩個心情非常好 沒錯 很開心 PELES 它在許多網路文章裡面呢 也評點為 墨爾本最好吃的炸雞 Google和Sometal的評價都和上一家一模一樣 墨爾本還目前就有三家分店 今天要去吃的這一家呢 距離上一家走路大概10分鐘而已 炸雞的話有雞腿雞柳條 或是雞翅可以選 標註的價錢都是含有一樣配菜 這次我們是選中微辣的雞腿 配上make&cheese 起司通心粉 OK 我們吃完第二家了 這家是屬於很脆 然後在裹上它的蠟粉跟蠟油 光是蠟度的選擇就有六種 不辣到超級劈里啪啦啦 脆度有嫩度有 味道我並沒有覺得它醃得很深刻 而是主要是以外加的蠟粉 它味道調配沒有到讓你那麼驚艷 好像就是 炸雞送上來的時候看起來真的很猛 聞的時候我自己覺得那個油味很重 就是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或許第一家是有點太驚艷了 我給個6到7分 我給個7分吧 這家是越做越大 有機會來墨爾本玩應該會越來越常看到這一家 不妨去吃吃看 然後你自己去看看自己喜不喜歡 下一家 下一家 這家炸雞店它的CP值可以說是最高的一家 位置也很好到達 來澳洲到現在 小鹿和我大概已經去吃不下10次了 它在網路的評點 還OK Google有4.3顆星 Domato有3.9顆星 這家炸雞店算是跨國連鎖企業 它來自於新加坡 在馬來西亞、印尼和澳洲其他城市都有分店 目前墨爾本只有一間店 炸雞的部分有雞翅和雞腿可以做選擇 口味的部分有蒜香醬油、辣醬或是綜合可以選 這是我們檢視綜合口味的炸雞腿 我們喝完發現一件驚人的消息 就是其實它是韓式炸雞 還是把它納入考量 因為我們都吃了 而且我們平常來這邊都吃它的雞翅 它的雞翅超級好吃 所以今天也算是我們第一次吃它的炸雞 對我自己覺得它的結構跟第二家Bellas 是差不多的 就是酥脆的然後再刷醬 這家的醬湖魚偏甜的 但是它好吃很多 它沒有那個油的味道 它沒有這麼油耗味 說實在裡面也比較嫩 它目前吃到三家最便宜的 沒錯 很推很推 然後最後一家就是這種身份的 肯德雞 肯德雞了 下一家 KFC肯德雞 因為這邊的麥當勞和漢堡王都沒有賣炸雞 肯德雞在澳洲可以說是獨當一面的炸雞連鎖店了 想吃炸雞的話 肯德雞絕對是最方便有快速的 比較特別的是澳洲的肯德雞沒有賣脆皮的炸雞 只有薄皮嫩雞可以選擇 就在這邊做個小節 順便停下來肯德雞 之前吃它都會太濕爛 但今天其實對我來說表現算是還可以 今天騙乾 對但它沒辦法跟第一家的薄皮嫩雞 真的沒辦法劈底 然後這邊肯德雞有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它沒有台灣那種脆皮的炸雞 對沒有那個辣味炸雞 只有這個薄皮嫩雞 重點是這邊沒有炸雞的套餐 如果要吃炸雞搭套餐的話 你一定要旁邊還有一個小漢堡 就是我們叫什麼XL XX拉吉搭套餐的那個概念 皮的狀況下當然沒有很好 但其實味道也是有進去 那肉的部分就比較不公平 因為我們今天一整天都在吃雞腿 今天這一塊是雞胸 所以當然是乾柴一點 但是也沒有都太差 沒有很差 我覺得以它的價格來說我可以接受 對 但如果你們是南德蘭莫本王 當然是不用來吃肯德雞 但如果是在這邊生活的 你一定吃過肯德雞 所以我講廢話沒事沒事 那今天總評我自己本人的四家的話 我比較喜歡第一家 我比較喜歡那種嫩雞感 不是脆的 然後皮葉有很有味道 再來可能就是第三家 再來才是肯德雞 第四家好像才是貝勒斯 今天太油了 油耗味比較重 我個人評價其實跟你的是差不多的 你不喜歡吃這種薄皮比較濕軟的話 你就去吃Forge Fingers Forge Fingers可能會是你的第一名 然後就換我做炸雞了 看看我可以排在 插在第幾個 排在第幾個 做炸雞 做炸雞 今天呢 那用就是不用真的去炸它 因為這樣要耗太多油了 我們只炸散絲劑 所以我們應該用半煎炸的方式 來到我們的戶外小廚房 超熱 我們要把這個油溫提到大概180左右 那怎麼測它180呢 如果你有溫度計就可以用溫度計 不然我懶得進去拿 所以就可以覺得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抓一點粉丟下去看一下 有起泡就可以了 在等著喔 好啦 各位觀眾 再把粉抖乾淨 好 下來 皮直接脫落這些 試吃了一下剛脫落的皮喔 有這個信心 可以至少排在第三 我們總共才四架 應該可以雲座一架啦 不知道欸 我個人呢是覺得 裡面可能還是深的 所以呢 我還是去把溫度計拿出來 好問題 幾度算熟呢 基本上雞肉的話至少要超過 七十度啦 四十八左右 所以顯然的是 二弟沒熟 已經這個顏色了 結果裡面還沒熟 那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就要低溫再炸 好 OK 講四炸雞完成 完成 其實這樣買三隻雞腿來炸 其實沒有那麼難對不對 其實沒有 我是說價格上面是非常便宜的 昨天去吃最便宜的三隻雞腿 是十塊錢左右 但我們這樣自己備料下來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也是廢話 不然他們賺點錢 對啊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其實準備上面是不難的 是非常簡單 好啦 那我們就吃一波囉 開始囉 我想要你的手機錄 什麼意思啊 我的相機很爛 6S 贏了 這裡面是有汁的耶 看起來目前 好濕爛的皮喔 還是底下這邊 因為太熱了 欸 我直接給第一名 是嫩的 各位觀眾 我評不準 等一下他還評 但我有信心 跟昨天的炸雞店比起來 少說第二名 看一下他的外觀 剛剛在拍照的時候覺得 他某些部位有點黑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接受耶 好好吃喔 你說你說 這肉是有彈性的 因為Buttermilk的功勞 就是昨天吃的那幾家 就是他們肉就是 就是用絲的那種感覺 然後咬的就是肉感 可是今天這個 這個是彈的 對 它是彈的 哈哈哈哈哈哈 講一下皮 講一下皮 它介於薄皮跟脆皮之間 它沒有到脆的那麼離譜 它也有薄皮的那種入味感覺 就兩個優點都有 有味道有水分 就是你不需要再去沾醬 你的味道已經夠到 能夠讓你吃整隻雞肉 所以我要來問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是 這一份炸雞如果排在 昨天的四個當中 它會排在你第幾個 我覺得可能是第二名欸 不是第一 我覺得第一名還是昨天吃的那一家 第一家FET 那我輸在哪裡 FET它的口味比較重 然後它皮是比這個在 試一點點 我覺得它的皮是更有味道 它的皮味道是更重 這絕對的 這一個就是有點屬於家庭式 我自己覺得還是會ok 我還是蠻喜歡 因為比我想像中好吃上午 而且是吃起來是舒服的 對 ok 那我覺得我們炸雞系列 就做得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會覺得這個 新的系列很有趣 如果是大家有想要看 我們在末本吃什麼主題的食物 我們都很樂意去吃 因為我們很好吃 有進去可以在下面留言 對啊 那如果大家覺得 我們拍這系列超級沒意義 那 我們還是願意愛 因為我們可以吃很多東西 沒錯 謝謝大家的耐心的看完 下集再會 今天吃了雞吃一整天 我覺得我現在血液的油脂非常非常高 我已經快看不見了 我已經要中風了